《九一八》 就是那個918 一堆他們要去佔領所所謂的釣魚台 你怎麼看這釣魚台的世界呢 我覺得這個時候 倒是我們要保持冷靜的時候 畢竟日本也好、中國也好 他們都有各自內部的問題 因為內部問題引發了外部這麼大的衝突 我們在這個時候應該要保持冷靜 最重要的還是說 我們不要捲入大國的這些爭議 但是還是要對於我們自己的主權要堅持 那麼我們也不能夠讓我們自己的主權 跟中國的主權造成混淆 所以我是要對我們全體的國人 也要跟馬總統說 做一個總統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 保護跟堅持國家的主權 那麼該表達立場的時候 就應該要堅定的表插立場 不要讓我們自己的主權 跟中國的主權造成混淆 我們今次下iction 今天我要解決的話 回答案 感谢观看